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收市之后的EJMarkets的时间 我是呂软盈 港股方面继续上落市 没什么太大的方向 今天港股轮到反弹 不过可惜成交继续都是淡静 叫就叫做比上周五成交多了少少 但仍然今天只不过只有655 至1000万的成交 上周五是610多亿 今天港股方面 可以说先跌后回升 其实一来就过去144点 最差的时候又跌过84 但接着很快逐步反弹 最理想的时候升到164 总之收市24000至139 升97点升幅0.4% 国企指数方面 今日过去53点升过107 也跌过23 收市10108升58 升0.6% 总之大市方面继续成交不多 接着24000 玩上落市 投资者仍然都不抱太大的期望 今天来说 上升股份的比率只不过只有3成1 就是在恒指成分股里面 3成1股份上升 哪些板块做得比较好呢 今天就有航空 基建 综合企业 银行 金融证券 保健 和生物科技的板块 是做得比较好的 上升股份 数目也是较多 不过除了银行股 银行股由于比重比较大 市值比较大 所以对大市 由于今天金融股普遍做好 所以对大市帮助很大 金融股方面可以跟进一下 例如哪些股份 会是做价是怎样 不如看看10只会有港股的收市价 没错 继续都是700腾讯 继续再创新高 它就再破蛋 腾讯今天再升过六 盈富基金升一毫 中移档跌$1.05 五号汇控升七毫 公行升三毫 恒生股EDF升六毫 建行升五毫 中国银行升一毫 恒大跌2毫 跌幅2.7% 而平安升四毫 刚才说过 今天的金融股做得好 包括 无论是本地银行 内地银行 甚至是内地券商 甚至是保险股 普遍都是差不多成板做好的 正正因为这样 它们是权重的股份 所以令到指数今天回升分 但可惜成交都是不多 除了金融股今天做好之外 还有就是什么呢 和欧元有关的股份 没错 快歌大选 第一轮投票已经完成了 初步来说 投资也挺欢迎 令欧元做好 今天好像长江基建 升了4.1% 收66元 渣打升3.6% 收70.7元 电能69.5毫升3% 长华升2% 收95.2元 汇控升 正点 还有复升国际 就是差点 11.54跌0.2% 除了欧元有关的股份上升之外 还有哪些股份做得好 部分的科网股 不过是部分 QQ再破顶 看金碟 升2.9% 今天收3.22% IGG 升1.7% 收10.62% 网龙升1.6% 收22.35% 百富环球 編號3.27% 4.82% 升1.5% 还有科通深城 編號400 10.98% 升0.4% 部分科网股做得好 但今天哪些股份做得不太好 就是澳门股 摩根大通下调了澳门博彩行业的看法到中性 他们认为澳门博彩行业的股份 今年至今已经升了2.8% 再大升机会不大 而且第二季通常是淡季 投资者应该借着即将公布的首季业绩 和4月的澳门博彩业 应该会理想的时候借机去减绑套现 他们最新对于澳门赌业股的评级都是下调了 新豪目标价14.5% 评级下调到减持 澳博他们看7元 评级都是减持 美国煤中国目标价18元 金沙中国看37元 两只股份的投资评级都是下调到中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 今天的赌业股真的没什么云行 其中跌幅较大的就是 新豪今天跌了4%收15.04元 接着就是202美国煤中国 16.883.2% 银河月落跌2%收41.35元 另外澳博7.09跌1.3% 1128永利澳门16.44元 跌1.6元 1928金沙中国35.4跌1.7% 不单澳门股下跌 还有就是看看类股份 这个就是水泥股 其实今天的水泥股公布了业绩 华润水泥公布首季的盈利6亿多 华岸年大升91倍 仍然也升了2.2% 不过可惜 今天的水泥股普遍都是要下跌 其中就是华润水泥本身 就是跌了6%收4.2% 6跌2.7% 除了华润水泥之外 跌幅较大的水泥股 还有就是3323中国建材 收5个1.8%跌3.9% 还有2233西部水泥 1.5%跌2.5% 都是跌幅较大的水泥股 再来看看个别股份 今天有消息 其中包括这一只ASM太平洋 大家还记得上星期公布了首季盈利7亿多 岸年增长4.5倍 多加券商调高于投资评级 瑞讯看得最好 目标价135元 上调到154元 维持跑营大市评级 麦格里130元 调高到162元 同样都是跑营大市评级的比 另外一只税银 维持有115元 上调到125元 维持买入评级 ASM太平洋 今天股价升了百分之二 收184元 2.3元 另外这一家就是 昂纳科技 編号877 他宣布向不少于6名投资者 配售股份 配售价5.25 比停牌前折让近1.6 集资净2.6元 计划用来做潜在收购 同时宣布21920万美元 收购法国激光雷达产品公司 3SP Technologies 不过昂纳科技 伏败就大幅下跌 今天股价收5.49 跌了7.3元 刚才看到 今天内地金融股做得很好 但真的很奇怪 今天内地股市跌幅很显著 上证指数今天升至9点 最差跌 最厉害 今天一跌到底 收市3130 跌44点跌1.4% 成交是1978亿多元 成交增加了 今天内地上证指数最差跌至162点 跌至62点 收市叫跌幅收窄 深正成分股指数今天一跌到底 最多跌至254 收市跌222 收1092 跌幅2.2% 依据创业板指数一跌到底 最差跌43 收市1810 跌29 跌1.6% 今晚美国没有重要经济数据 也没有 季度业绩的公司 也没有太大事业绩的大公司公布业绩 又静下来再看外围有没有新消息 看法国大选方面终于陈埃乐定位如何 投资者继续不宜太重磅 因为成交不就 大市都是牛皮代表格局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留下明早饭口如宅 和大家EJMarkets 拜拜